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的编导直接开车 带着李立国走高速 赶往四百公里之外的 吉林省吉林市 所谓尽相情更切 随着李家的距离不断地缩短 李立国明显变得更加焦虑 一句话都不说 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不断地往窗外看 似乎希望从一树一花中 找到熟悉的感觉 给心里带了一丝安慰 可就在这时候 广播中突然传出了一个 熟悉的声音 妈妈的声音 现在呢我是在李立国妈妈的住处 阿姨您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能听到声音吗 您说话 大家跟我听这年的声音 您多大年纪了 六十七的身体还是挺好 听到妈妈的声音 听到妈妈的声音 应该很高兴 对不起妈妈 现在心里边 是一种期待 是不是特别想 把这个车开得快一点 快点进到他们 瞧 就在李立国泪水横流 不断后悔自己曾经的叛逆倔强的时候 车子到达了吉林市区 之前从广播中通知李立国妈妈近况的记者白宇 也来到了吉林市 您好 只因为李立国的妈妈有一句话要带给她 你母亲对于你离家出走这件事 她有她的想法 她一点都不责怪你 她说家庭条件已经这么差了 孩子们如果能够出去 创造出一点事业了 是件挺好的事 一句原谅 就让李立国哭得 仿佛是17年前离家时的那个孩子 李立国想过妈妈所有的反应 骂自己 打自己 甚至不认自己 这些她都能理解 也能接受 可妈妈只是说 不怪她 不怪她 哎呦 相比自己的耿耿于怀 母亲早就已经释怀了 毕竟在母亲眼里 李立国永远是她的小国 永远是她的孩子 此时之前怎么也想不起来的 一幕幕小时候的事 此刻全都浮现在李立国打着转的泪眼前 没想起来这一幕 李立国心中的歉疚就不多一分 转眼间 这些家乡已经在眼前了 这些家乡已经在眼前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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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认识吧 小谷 你是 大姐吗 大姐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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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都认不出来了是吧 认不出来了 妈 妈 妈 起来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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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起来 嗯 这么大了 嗯 嗯 那你这几个啊 幸好啊 嗯 嗯 嗯 那我这看着你 幸好你去跟我走 有啥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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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啥对不起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对幸好你去 那也这回事吧 你说